歡迎大家介紹MIDI CONTROLLER VCI380的唱盤系統 那首先我們MIDI CONTROLLER的唱盤通常會分兩種模式 一個是黑膠模式 黑膠模式就是模擬黑膠 我可以控制歌的前進後退 而如果是切換為非黑膠模式的話 我轉動唱盤只會加速或減速 它並不會控制歌曲的前進後退 那在黑膠模式下 如果只是控制旁邊 它只會加速或是減速 除非你碰到上面的部分才會有前進後退 那使用VCI380或VCI400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 它們的底下會有一個Touch Sensor 也是唱盤的敏感度 那往右轉是敏感 往左轉是比較遲鈍 那看你的習慣 那有時候如果 在我們沒有碰出唱盤的時候 它會燈是藍色的 可是有時候如果你Sensor開太強的話 你會看到它已經變成紅色了 它會覺得有人摸在上面 那這種情況下 歌曲就會停止 所以如果有時候你在家玩一玩 你發現說 奇怪了你沒有碰它歌曲 也是會停止 會受到影響的話 可能是Sensor沒有調好 所以我們把Sensor調到適中的地方 在我沒有碰到的時候會是藍光 碰下去才會變紅光 這才是正常的 正常的數據 那另外一個是中間 有一個小圓盤 可以轉 它是如果你 往順時針轉是變緊 逆時針轉是變鬆 它是控制你這個唱盤轉的鬆緊度 如果越緊的話就會比較卡 如果越鬆的話就會比較好轉 那大概是這樣 唱盤大概是這樣子 在VCI380的Sensor旁邊 還有兩個Curve 一個是Crossfader Curve Crossfader Curve是說 控制你Crossfader的坡度 如果我往右 往左的話是越斜 越不斜 就是說我要慢慢的移動 才會慢慢斜過去 而越斗 往右的話是越斗 越斗的話是說 它不會改變 直到另外一端 才會百分之百的消除 你可以調 看是要比較陡一點 還是比較不陡一點 那旁邊 I-F Curve是控制音量的斜坡度 你可以 它是突然到後面很陡 或是 慢慢的 慢慢的 降低 對 Curve 還有唱盤大概講到這裡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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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